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圣经的等式它大概就是用十到十二分钟 那我们会希望把圣经当中一些容易混淆的观念 透过这十到十二分钟把它讲清楚 那昨天的这个主题 昨天的那一刻叫做 什么叫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 它的意思是什么 那第二集跟第三集其实已经录好了 但是我们两周才更新一次 第二集叫做基督徒的身份 就基督徒到底有哪些身份 以及我们怎么样去调和 比方说你又是军人嘛 你又是仆人嘛 你又是神的儿子嘛 你又是君尊的祭司嘛 对不对 那你这些身份你到底怎么样子去理解 去调和 第三集我们就讲一个比较刺激的 叫做恩高 什么叫恩高 圣经里面到底讲什么 就是这样子类似 就是我们教会当中 常常会使用的一些 我们讲叫做教会的语会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习惯的讲着讲着 很多人用的越来越扩充 就是范围越来越扩大 但到底圣经里面 原来对于这件事情的定义是什么 我们把它回归到那个最核心的内容 那所以有机会 大家可以回去看 然后在我们每天有那个 灵修时刻 大家知道吗 有吗 你一个礼拜有看三天以上的景局下手 好 感谢主 多一点 所以回去还可以再看 那个就是竹节的 竹券 竹节一点一点一点的查经 但那个时间更短 每天只有六分钟左右 那就盼望我们能够 透过这个方式 能够对弟兄姐妹有所帮助 好 那我们来看 今天的主题 神所拣选的禁食 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信息呢 因为在这个世代 特别2020年 我们里面真的是知道 其实末后的世代临近了 所以这样子瘟疫 饥荒 刀剑 种种的 让人感觉不安的讯息 其实是会 越来越频繁 而作为基督徒 我们需要什么呢 我们需要 生命里面有力量 我们需要知道 我们是平安的 我们需要知道 在患难当中 我们怎么样得着平安 并且这平安还能够给人 还能够帮助人 而这件事情就需要我们更多的 到神的面前来 与神亲近 我们与神亲近 与神连结 在我们里面才会有 丰盛圣灵的同在 我们如果没有与神亲近 没有与神连结 其实我们里面的 这个 上帝的同在 神的灵在我们里面 其实会渐渐渐渐渐 越来越 微弱的 而神的灵 其实 圣灵是一直都在我们里面 这是确实的 但是关键就是在于 那我们有没有认识 有没有知道 我们要去顺服圣灵 有没有意识 有没有感受到 有没有这样一个真实的理解 就是知道说 圣灵在我里面 我也很清楚地知道 祂在我里面 并且我愿意去 顺服圣灵的带领 让圣灵 在我们的里面 就是 属神的越来越兴盛 就属神的力量 越来越强盛 而我们属肉体的 这些事物 越来越衰弱 这是我们的目标 那我们来看 禁食有什么意义呢 在犹太人 传统律法上的认知 犹太人认为 有三件事情 可以操练禁前 第一个是施舍 第二个是祷告 第三个就是禁食 那个PPT应该是有的 好 就三件可以操练禁前 一个是施舍 一个是祷告 一个是禁食 那禁食在旧约希伯来文 有两个同意词 一个是 说的就是不吃面包 就是不吃东西的意思 但另外这个字 也有另外一个意义 就是指磨炼灵魂 或使人的生命 因受磨难而谦卑的意义 所以禁食 它是透过 使我们肉身的软弱 以至于 让我们能够得着 生命里面的谦卑 这是禁食 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那么依据摩西的律法呢 它规定每年的 七月十日 就是全以色列人民的赎罪日 所以那一天 所有的人都必须要禁食 那跟他们住在一起的外侨 也必须禁食 这是在立位记十六章 二十九到三十一节那边说的 而不单单是禁食而已 而且在那一天 所有的工作都必须要停止 然后是要一起来敬拜 表示 洁净自己的身心 所以 禁食 也与洁净身心 是有 关联性的 那么在主前 五百八十七年 当耶路撒冷被 毁之后 犹太人就 另外立了新的规矩 就是在每一年的 四月 五月 七月 十月 各有一天禁食 所以禁食的日子 规定的越来越多 对不对 但是 到了晚期 犹太教呢 禁食渐渐变成一种 修善行 修功德的方式 那么 到了耶稣的时代 禁前派 就包含法利赛人 他们就自己规定 他一周要禁食 两天 两次 一般是定在周一 跟周四 那这也是 然后约翰的门徒 也这样子守 那这也是为什么 耶稣的门徒 就被议论说 为什么约翰的门徒 他们禁食 但是耶稣的门徒 却不禁食 那是因为 他们自己规定 自己每一周 有两天 要来禁食 但我们从圣经的描述 就知道 到了那个时代 法利赛人 他们祷告 喜欢在哪里祷告 在街口 对不对 然后祷告 要让人家看见 然后他们禁食呢 也想要让别人 知道 对不对 所以他们可能禁食 就把自己弄得 那个 由头 垢面 然后搞得自己 好像很辛苦 然后表示自己 很尽钱 很劳苦 那圣经说 他们已经得着了什么 他们的赏赐 他们的奖赏 所以我们就来看 连结我们今天 所读的经文 我们看圣经当中 禁食有哪些意义 第一个 禁食是为了 要专心寻求神 也就是禁食的 核心目的 在于祷告 所以我们常常讲 禁食都跟祷告 连在一起 对不对 禁食是为了什么 为了要祷告 你如果没有祷告 而去禁食 那你只是什么 在做身体的 健康的调整 因为现在有很多研究 发现 这个短暂的断食法 对于身体健康 是很有好处的 对不对 有的人就断一餐 对不对 就只餐 断 很多人推行断晚餐 也有的人推行那种 比方说一周里面 你断个一天的 就是到周六的时候 你就断食一天 那这个都对身体 是很有好处 是没有错 但是 你会发现 圣经里面的律例 它所定规的 真的是让人 对于自我的身心灵 都是有其大的帮助的 你就会发现 禁食祷告 原来它不只是 对你的生命有帮助 对不对 原来这件事情的本身 对你的身体呢 也是有帮助的 但你就会发现 这个本来如果说 只对生命有帮助的话 你对禁食 好像没有什么热情 但是开始提到 对身体有帮助的时候呢 这个禁食的人就 就多了 对不对 其实这个现象 也让我们要 察觉意识到一件事情 就是那是不是表示 我们其实还是比较重视 我们的身体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又跟圣经的教训 就又不一样了 就是我们应该重视的是什么 我们的生命嘛 我们的生命是剩于身体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却会因为身体的缘故 而去做一些事情 却不太有动力 却不太有动力为了生命的缘故 而去做一些事情 我常常讲 你所信的到底是什么 它不是你以为你信 而是你为了你所信的 产生了什么行动 这叫做你真的信 比方说我们常常 如果我们自己觉得说 我们很有爱心 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爱心的行动 那可能你对于你自己 很有爱心这件事情 是有误会 是有误解 什么东西没有了 嘿嘿嘿 好 那我们 那如果说我们 觉得自己没有很贪财 但是呢 一天又花很多的时间 在看各种赚钱的方法 就是我们产生了这个行动 但是我们却以为 我们没有这个状态 那这也可能是我们的误会 所以我们自己的生命 我们的行动 我们的选择 其实才真正的显示出 我们所信的是什么 这也是需要留意的 所以刚刚讲第一个 进食最重要的是要 专心寻求神 是要祷告 并且进食 是一个自我降悲的时刻 我们进食 我们是要期待 能够与神相交 我们要能够在 进食的祷告当中 我们能够认识生命 以及认识关乎永恒的事 那么第二个 进食 是要以进食来预备自己的心 为的是要领受能力 行主所喜悦的旨意 就像今天读了经文 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六节说 我所拣选的进食 它是用疑问句嘛 对不对 因为前面神告诉这些以色列人 说神不喜悦他们进食的原因 所以这边就告诉他们说 你们应该要知道 我所拣选的进食 就是要松开凶恶的神 要解下恶上的锁 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 要折断一切的恶 请你告诉我 这些事哪一件不需要力量 都需要对不对 我们需要有从神来属灵的能力 跟权柄 对吗 否则有凶恶的神 你说奉主的名 你得释放 然后你里面自己 被十个绳索给捆锁 你觉得我们的宣告会有能力吗 不会的 不会的 那么但第七节还说 要把我们的饼分给饥饿的人 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 见赤身地给他衣服遮体 顾续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 这件事情 当然我们可以从直观地来表达 就是我们需要有恩慈慈慧的行动 然而他也有更深生命的意涵 我们后面会再讲 但整体来说 进食 我们要领受从神来的能力 行主所喜悦的旨意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我们进食 让我们有力量 并且是为了要预备给予人 你知道这件事情是这样 我说我现在的年纪 正是三明治中间的那一层 就是下游小 上游老 然后目前我们手中所掌握的资源 通常还不是最丰富的 所以我们就会产生很多排挤效应 就是我满足了这一块需求 我就需要牺牲另外一个部分 那当跌的呢 就都是第一个被牺牲的那个 就常常就是 原来我们家小朋友需要补习了 然后补习费缴出去之后 我本来想了三个月想要的东西 他就继续放着 他就继续是想要的 对不对 就放着了 那我所说的意思就是 近时要使我们得着力量 其实就是要使我们得着重生来的爱 以至于使你有这个爱 你愿意为了给人 而牺牲你自己的需求 这好像当我因为爱我们家孩子的缘故 对不对 我满足了他们的需要 我就要牺牲我自己 我本来所想要的 这是出于什么 这是出于爱 而我们给予 其实圣经里面 常常在讲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寡妇的两个小钱 被耶稣基督所纪念 所称赞 因为他是把他养生的都给了 就是他所给的是会影响到他的 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奉献 我们会觉得 我们好像没有很得着纪念的感觉 或是我们给了 我们自己里面也不饱足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你给了没有影响到你 你给了之后 讲的直白一点 就是舞照跳马照跑 你给了就不小心就落到圣经里面说 那些妇人给的是他所有余的 而那寡妇的两个小钱 是把他养生的都给出来了 不是要我们把我们所有的 就是弄到我们自己 都需要靠别人接济 而是我们有没有一些时刻 我们给出去之后 使得我们本来有一些想要的 想要满足自己的 我们有一些计划 就受到了影响 如果我们能够有些时候 去操练这样子的一个 恩慈 慈慧的行动 那你真的会 在你的里面你会知道 这是上帝所喜悦的 这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禁食 那比方说我们每个礼拜 这样第四周 我们禁食祷告 中午的爱宴就没有嘛 那我们爱宴的餐费 就会把它拨到我们的词汇 教会有一个词汇基金 词汇的基金的里面 所以我们就是愿意按照主的教导 就是我们省下来的 不是因为我们要省下来 我们省下来的是为了要 能够去帮助人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那我们要以禁食寻求神 使我们的生命得着更新 让我们能够从肉体 跟世界的挟制当中 被释放出来 使我们能够面对圣经的真理 察觉到自己生命中的难处 而当我们察觉到 生命中的难处 我们希望能够有所突破 我们想要专心来到神面前 来祷告 所以禁食是我们察觉到 生命有难处 希望有所突破 所采取的行动 所以我们要对于禁食 为什么要这样做 要有很清楚的认识 那么禁食的时机跟态度 我这里就是把一些 圣经当中列出来 就是这些禁食的状态 跟弟兄姐妹分享 首先第一个 以禁食刻苦己心 表达悔改祈求的意愿 那也常常跟 祈求免去灾祸连结 好比撒末尔记 这个上七到 七章三到六节 那这边这一段 我们就不读 但这一段我们有列 因为今天经文都读的话很多 但这一段讲的就是 撒末尔带领以色列百姓 在米斯巴恩为了离弃偶像 专心归向神 禁食认罪 之后他们就战胜了 非力士人 那列王记上 二十一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 那一段指的就是 雅哈听见 以利亚责备 那雅哈王就撕裂衣服 并且禁食 那神就延迟要降与他们的灾祸 就不在雅哈王在位的时候降灾 但后面那个亡起来 灾祸就临到了 那再来呢 以色铁记四章一到三节 那个时候 所说的是莫迪改知道 哈曼要杀灭犹太人 就在波斯境内 那么在波斯境内的犹太人 就大大的悲伤 哭泣 禁食 哀嚎 穿麻衣 这个就是 当莫迪改知道 这个哈曼要杀犹太人的时候 他们就禁食祷告 那约拿记 三章一到十节 大家就知道 就是尼尼围城 那一段的故事 对不对 就尼尼围城的人 听见先知约拿所传 神要毁灭尼尼围的信息 他们就信服神 然后那个国王呢 就下了宝座 脱下朝服 匹麻衣 坐在灰中 并且就通告 全国人民要禁食祷告 但是重要的是 他就要个人回转 所行的恶道 丢弃手中的强暴 然后希望神转意 不发烈怒 后来神转意了没有 转意了 对不对 那转意了 有一个人不开心 那个人就是 约拿嘛 因为他从起头 他就不开心 上帝叫他去 他又不想去 对不对 所以就自己买了张船票 就要到他时去 就在路上就起了风浪 被丢进去 然后大鱼三天 把他吐出来 然后吐出来呢 圣经有没有讲 他是怎么到尼尼尾的 反正他就回到尼尼尾去 然后就讲了 讲了之后 他本来想说 这些人应该是不会悔改的 结果他们居然就怎么样 就悔改了 好 那么再来呢 圣经里面还有一些时刻 讲到禁食 就是讲到与神亲近 跟领受教会 这在初埃及记 三十四章二十八节 跟二十四章十八节 然后生命记 九章九节跟十八节 那在这两段都讲到 摩西在西乃山上 这个领受律法诫命 四十天不吃不喝 那这个是摩西领受 诫命的时刻 他与神亲近 对不对 所以下山的时候 摩西脸上就放光 他还要用东西把它遮起来 那么在但以理记 但以理书九章一到三节 大流氏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 那么但以理从书上得知 神的话临到耶利米 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 七十年为满 所以但以理想要了解 七十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就用禁食祷告的方式 来寻求明白神的话 所以禁食祷告也包含了 就是我们要与神亲近 我们想要明白上帝的话 是什么 那么再来呢 禁食也有表达哀悼跟悲伤 那么这个在撒末尔记上 三十一章七到十三节 以及撒末尔记下 一章十一到十二节都有提到 那么其中就有讲到 激烈亚比的居民 为扫罗王的骇骨 安葬在亚比的垂柳树下 就禁食了七日 那么在前面讲到 禁食也跟祈求有关 那么就是包含 比方说大卫王 当他跟那个巴士巴所生的儿子 生了重病的时刻 大卫王就在神的面前 禁食祷告 但是当他的儿子 还是死了时刻 他就恢复正常 他就该干嘛干嘛 也就是说 其实大卫王就表达 我们在神的面前 谦卑 祈求 祷告 但是我们全然地尊重 顺服上帝的心意 好 那么 从前面 我们就知道 禁食会跟悔改 是有连结的 跟要认识神的心意 是有连结的 跟要表达哀悼 是有连结的 要领受主的教诲 是有关联的 而禁食我们要预备什么态度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禁食的目的是要与神相交 那么既然禁食的目的是要与神相交 我们就应当要预备自己 并且要恭敬 要严肃 所以其实 以色列人过去 从一年一次禁食 到后来变成有四个月禁食 到后来才自己约定越多 到后来这个禁食的意义都改变了 但是我们要回到最原来的 禁食的意义 其实就是一个 我们要认认真真来到神的面前 与神连结的一个时刻 那你什么时候有需要呢 其实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要知道 那我们要预备自己 就是如果我们要禁食 我们请不要很轻忽地去禁食 既然要禁食了 就让这件事情 产生它应该要有的一个果效 跟状态 而禁食呢 圣经里面也教到我们 叫做不要叫人看出来 其实不要叫人看出来 这也是在生命中行事的法则 在马太福音六章十六节说 你们禁食的时候 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 脸上带着愁容 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 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你们禁食的时候 要梳头洗脸 不要叫人看出你禁食来 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 你父在暗中查看 必然报答 那其实不论是施舍也好 不论是祷告也好 不论是禁食也好 其实圣经都告诉我们 一个共同的原则 叫做不要让人看见 对吧 那有一位 你不想被他看见的 他也看得见的 那是谁 那是神 那你有没有不想被上帝看见的 其实你想不想被上帝看见 上帝都怎么样 都看见嘛 所以如果我们干了一些 莫名其妙的事 上帝没有立刻从天上 劈下雷来 我们都应该要感恩 这就表示已经有 已经有救赎 耶稣基督保血的恩 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所以我们的态度 是不要叫人看见 也就是我们做的 所有的事情 尤其是好的事情 这也是我跟弟兄姐妹 常常在分享的 我也很感谢神的 就是确实我们弟兄姐妹 也努力地在操练这件事情 我们做的越是好的事情 越是不要叫人看见 那你说我们现在要做媒体 有一些无奈 像我们 我现在有一个小编 那叫陈彦民 他就一天到晚要怂恿我 说什么逢年过节 要拍个影片 跟大家打个招呼 要用网红的操作的方式 我每次想一想 就跟他说 不要不要 网不红就算了 我只希望呢 我心中跟上帝的祷告是 有需要的人去看到这些信息 但是他们都不要记得是我 让我能够自由自在地过日子 我一点都不想当 当网红 然后所以那种什么 什么嗨大家好我是谁谁谁的那种 就不必了 你看因为我们最近也有研究蛮多网红的嘛 他就是嗨大家好我是谁谁 然后开始今天要跟着 其实我们要操作那个 现在也慢慢地有一点 学会那个东西了 但是我们就是选择 我们就是很简单地去 去传递 像我昨天才很不情愿地录了那个 如果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你按下订阅 打开小铃铛 我本来连这个我都不想录 然后他一直强迫我要 要录这个 我想说你爱看就看 不爱看就算了 反正我们是坐在上帝的面前 所以这个不要叫别人看出来 这个是一个建造我们自己 属天生命的一个形式法则 那我们就需要省朝我们的心 我们做事情 尤其做好的事情的时候 如果都没有人知道 你会不会难过 如果都没有人知道 然后还有人 因为不知道你做那些好事 在后面批评你 你会怎么做 这些其实 它都应该是我们做基督徒 实际会碰到的情况 你知道我们做牧师 常常就会碰到这种情况 然后 比方说 对 我谢谢听众姐妹 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 这个慈爱有识 严肃有识 对不对 该面如坚实 该讲的时候 就该讲 讲完之后 那些听众姐妹 会不会讨厌我们 会啊 你以为不会 会啊 然后更厉害一点 就到处跟人家讲嘛 对不对 然后说这个牧师怎么样 怎么可以 那这个碰到之后呢 我都只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问当事人说 那你现在好了吗 你有没有从那个问题 离开了 或醒过来了 如果有就好嘛 因为我的目标 目的是这个 所以我们做 所有的事情 我们要了解 这个 是坐在神的面前 那在耶稣那个时代 我们刚刚说 法利塞人祷告 就要在街口 让人看见 听见 进食 也要让人知道 这个就掺杂了 让别人高举的动机 所以就会产生 所求的目标 不纯正的困难 然而我们也需要理解 其实进食 并不是一种 特别属灵的象征 进食是在特别的时刻 要专心寻求神的行动 在特别的时刻 要专心寻求神的行动 那么第二个呢 就讲 不需要无端进食 就不需要有事没事 就进食一下 路加福音 五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节 法利塞人问耶稣 为何约翰的门徒 和法利塞人 常常进食 而耶稣的门徒 却不进食 耶稣回答说 新郎和陪伴之人 同在的时候 岂能叫陪伴之人 进食呢 但日子将到 新郎要离开他们 那日子 他们就要进食了 所以在那个时刻 法利塞人把进食 当作一种进钱 或是属灵的象征 就没有特别的事情 他们也进食 因为他们是固定的 那耶稣的门徒 没有固定的进食 这些人就对他们 有了质疑 而耶稣回答 当耶稣跟他们 同在的时候 是应该欢喜快乐的时候 不是进食的时候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你进食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与耶稣基督同在 那耶稣基督都已经同在了 就不用进食了嘛 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们就要了解 整体来说 这个 进食的目的 在于透过进食 专心寻求神 与神亲近 并且能够得到 灵理的突破更新 进而能够从 能够得着 从上头来的能力 能够在神所预备的 环境当中站稳 靠着神 能够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你会发现 圣经里面 给我们的律例 命令 其实常常就只是要我们站稳 但站稳在什么事情上呢 站稳在真理上 什么叫站稳在真理上 我们会不会有很多时刻 碰到一些环境 本来能够按照真理而行的 就不行了 本来你能够爱这个人的 发生一些事情之后 你就不能爱了 本来你能够行善的 你愿意帮助人的 发生一些事情之后 你就不愿意帮助人 本来你能够 心里面有平安的 没有恐惧的 发生一些事情之后 我们就失去平安 就恐惧了 本来在我们里面 对人能够饶恕 能够没有怨恨的 发生一些事情之后 我们就怨恨了 那么将漂流的穷人 接到家里 那家里 英文翻译是避难所 那就表达 我们愿意为迷失的 不安的 困苦的 可怜的人提供避难所 那当然有一方面 教会就是神的家 我们知道自己 那另外 知道自己是心里贫穷的人 我们要将他带回神的家中 所以谁知道自己是心里贫穷 又真的渴慕主的话 我们要把他带到神的家中 而见赤身的给他一幅遮体 圣经里面赤身表达 因过犯所带来的羞辱 或是生命中的不完全 显露出来所带来的羞辱 给人衣服遮体 表达要用爱和恩慈的态度 来面对人的错误 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 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这种遮盖 就是一种保护 是一种为人留一条 能够回转的道路 就如同我们面对 所爱的人的错误 我们的目的是 期待对方有一天能够回转 而不是要论定他的罪 不是要辩证 证明他的不是 也不是要让他在这里 没有办法立足 更不是要他被摧毁 所以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他所指的 并不是去认同那个罪 而是我们怎么样子 真实在一个爱的态度里面 留一条 有一天他能够回转的道路 而这件事情 他不是能够靠一个人 能够完成的 因为每一个人的功能 为什么我们需要连接在一起 成为尸体 成为一个身体 因为每一个人 你发挥你的那个功能 那么就有其他的肢体 来去做帮补 像我比较常发挥的就是 做那个叮人家两下的人 那叮完之后 就需要有其他的肢体 来去做安慰 对不对 产果 那他就能够在这个家里面 能够继续地成长 所以对我来说呢 这个偶尔啦 没有常常 也要面对一个挑战 其实我这个角色 实际实在是很吃力不讨好 对不对 然后有的时候想一想 我也不用常常搞得这么惹人厌 然后跟人家这么不亲近 但是 有的时候又 也不是有时候 就又知道说 好吧 我的功能 就是这样 有些话 我就是需要 叮一下 对不对 让大家喜欢或不喜欢 都能够 稍微清醒一点 那你觉得受伤 那有人会去安慰你 有人会去残锅你 而且其实 很多弟兄姐妹都不知道 大家在背后骂过我什么 其实我都知道 只是你们都不会感觉到 我其实都知道 其实我都知道 也有可能不知道 你们不要心里面 在那边拼命地回想 我那以前 骂过总理牧师什么 好 所以我们见赤身的 要给他衣服 遮体 然后再来说 顾须自己的骨肉 而不掩藏 原文直接的意义是 不要对你的骨肉 或者是血肉 掩藏自己 那当然我们可以体会为 我们要照顾自己的至亲 圣经里面也讲 做基督徒 如果不看顾自己的亲人 就比不幸的人 更不好 但更深的 我们也可以理解为 我们不要隐藏自己 属肉体的生命 英文的翻译是 掉头离开 也就是不面对 不处理 所以这段经文 让我们知道 神所喜悦的是什么 我们就应该尽力去做 我们需要处理 我们属肉体 属血气的生命 我们就应该 好好的去面对 不要遮盖它 不要逃避自己的软弱 也不要把责任 推到别人的身上 我要说 这个 对于自身的 所有的不幸福 跟不快乐 把原因归咎在别人身上 这是人性最容易 做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是最简单的方式 但是你却会发现 这个方式对于 改变我们所处的状态 跟心境 它其实是 没有任何一点帮助的 它其实是 带有毁灭性的 所以我在这里 也要跟弟兄姐妹讲 如果有人觉得你不好 有人觉得你很糟糕 你应该怎么回应它 你应该怎么回应它 有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 会受一些伤 而这些伤会使得我们 很想要去证明一些什么 对不对 证明说 我不是这样 证明说你看错了 不论是用辩证的也好 是用 希望透过行动 那透过行动 如果行动了半天 人家也还是没有改变 我们心里面 就会开始产生怒气 就会开始有苦读 可能到后来 我们的意义就存留不住 这是人常常有的现象 所以当人说你不好的时候 你到底应该怎么回答 或者你怎么回答自己 不用回答别人 我提供我的方法给大家 就是对 你说的都对 我还有很多不好 是你知道的 是你不知道的 但是 然后或许你讲的不好 不是我的不好 但是我有很多不好 你不知道 所以你说我不好 这肯定是对的 我如果都好了 我就不在这里了 但是这件事情 没有改变阻碍我的事实 对吗 甚至于对我做牧师 人家说我是一个不好的牧师 对啊 我实在是 按着我所知道的 我所希望的一个 好的牧师的状态 我自己都还没有达到 所以你说我不好 肯定是对的 但上帝还是让我做牧师 说句实在话 这个 就被上帝带带带 就走上这条恩典的道路 那我只能够说 上帝要恩待我 就恩待我了 我也很不好意思 那就这样 就承认 有人说你有什么问题 承认 对 然后 我们 继续地再改变 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过 我很年轻的时候 就开始服饰 我二十 十几岁就带 诗班嘛 带乐团 那时候我很凶啊 然后二十几岁的时候 带青少年 然后带青少年 也没有比我小几岁 然后那时候 有一段时间呢 跟他们中间 有一些冲突 就是跟年轻人 一个辅导 跟年轻人快要打起来 你知道吗 然后 但是那些年轻人 那时候 我觉得我 跟他们说过 的一件事情 我很希望他们记住的 就是 我就告诉他们说 我所要跟你们 我呈现在你们的面前 我要见证的不是 我是一个完美的人 我要见证的是一个 神的能力在我生命中 我会改变 所以我就告诉他们说 我希望你们看见的是 有一天 我会不一样 五年十年之后 我跟现在 我会不一样 我会不一样 我希望人看见的是 上帝的工作 人看见的不是一个 他觉得很棒 很完美的人 因为连耶稣都被人 挑出那么多次来了 对不对 我们做这种企图 不是很傻吗 那因为这个缘故 其实我们在侍奉上 我们就得着一种 很大的自由 就是 我们尽心尽力 这是我们在神面前 我们可以诚实的 这样跟弟兄姐妹说的 但到底有什么成果 或是到底会做成什么 我们真的交托在 上帝的手中 你不要以为这件事情 对于我们来说 没有试探 或是没有挑战 会的 都会的 这是我们常常要把 自己与主同死 我们常常要把我们的手 缩住 不要去 因为我们想要做一些 什么的缘故 而去做 所以这件事情 跟弟兄姐妹分享 就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本来就有很多的困难 跟问题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而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诚实的去面对 不要掩藏 不要假装不存在 不要否认它 我就是这样 但是我会不一样 请不要变成另外一种极端 就是我就是这样 然后你要怎样 就是我是这样 是 但是我会改变 那么再来 我们要有 我们要看见 蒙生喜悦的应许 也就是神的同在 跟回应 这段经文就看到 晨光破晓 在以赛亚书58章 8节跟10节都说到 我们的生命 就会离开黑暗 我们发生在自己生命当中的 每一件事情 我们都能够知道它的意义跟价值 就是活在光中 我们能够看见正确的道路 也能够看见哪里有危险 我们能够看得明白 别人生命的难处 以及他生命难处的真相 并且我们因着有爱的缘故 我们自己就不至于被半叠 在约翰一书二章九节那边说 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 却恨他的弟兄 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 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 在他并没有半叠的缘由 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 且在黑暗里行 也不知道往哪里去 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 这段经文就让我们清楚理解 生命里面要有光 就需要有基督的爱 住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面对任何的环境 我们能够在有信心 有盼望 有爱心的基础上 我们知道该选择什么是好的 那这些事情 当我们与神同在的时刻 当我们活在光中的时候 什么是好的正确的选择 就自然会浮现在你的心中 我们也能够有把握 有与主同在的确据 那再来 当我们能够进入到 合神心意的进食的时刻 我们就能够被医治到完全 在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八节 这跟十一节 他说这边说 医治的原文是恢复完好 发明原文为长出萌芽 或是丰沛的成长 那我们可以理解为 当我们进入神所喜悦的状态 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行动蒙神悦纳的时候 我们自己生命受伤的地方 就能够被快速的移治 使我们重新得力 生命得以刚强 渐渐成长到完全的地步 许多时候 我们以为我们内在所受的伤害 需要某一种形式的弥补 才能够得到痊愈 但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 生命的伤害要得痊愈 真正有效的方式在于认识真理 并且遵行神的话语 愿意饶恕 愿意放下自己求偿的权利 在舍己的意愿 跟圣灵的运行当中 就这两件事情 交互配合的状态之下 我们的生命 才能够得着真正的医治 那么十一节 其实他描述 当生命得着医治 更有主与我们同在 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得着丰盛 而且有活力 能够长出各样属神的果子 因为他这边所说的 就是有水浇灌的源子 然后即使在干旱困难的地方 仍然能够对生命有意向 有热情 有力量 然后又有真理 能够滋润能心 能够成为水流不绝的泉源 所以以赛亚苏古十八章 后面这一段 他的应许是极其美好的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 你想不想要你的生命 进入到这样的一个 一个状态里面 那再来 神给我们的应许是 公益前引 荣耀后卫 正直正确的道路 就会在你的前方引领你 属神荣耀的生命 就在你的后方保卫你 而这样的生命状态 是我们应该羡慕 并且我们能够进入的光景 也就是说这样的生命状态 应该是我们的渴望 它也是一个合理的期待 那十一节就更清楚的是 让我们知道 是耶和华在引导我们 你看第八节他说 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 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 你的公益必在你前面行 耶和华的荣光 必做你的后盾 然后十一节说 耶和华必时常引导你 在干旱之地 使你心满意足 骨头强壮 你必像浇灌的园子 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 然后十二节也是美好的应许 那些出于你的人 必修造已久的荒废之处 你要建立拆毁累带的根基 你必称为补破口的 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 神同在的平安 他所说的就是 我们去任何一个地方 如果你知道 那里有一个爱你的 并且有力量的人在那里等你 你去那个地方 你就都不用担心 对吗 所有的事情你就知道 都被预备好了 所以当我们真正遵行神的话 遵行神的执意而活的时刻 神与我们的互动 就会非常的真实而美好 在任何的环境当中 你都知道 因为上帝在那里 所以都会很好 像我举过的例子 像我们在中国大陆 要去很多地方 很多时候 我们都不太会关心 到底要吃什么 住哪里 甚至于不太关心 那个聚会怎么安排 我只关心一件事情 就是那里有谁 比方说 在福建那边 只要有陈渊泉在那 这次是他处理的 好了 我们的问题就到此为止 陈渊泉在那 其他我都不用管 我就很平安 比方说 我每次去上海 方琪在那边 可能我只要跟她联络上 让她知道我什么时候要去 其他我就不管了 为什么 因为她会把她 安排得很好 对吧 那你要做任何的事情 你知不知道有神在那里 你如果知道有神在那里 然后你还一天到晚 很焦虑 那你觉得你跟上帝的关系 好不好 就跟我如果 知道陈渊泉在那 我还一天到晚 跟她在那边敲细节 这一间旅馆到底怎么样 然后我中午到底 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要跟我吃饭 或者是我需要带多少钱去吃饭 或者是那交通怎么办 然后什么什么怎么办 然后干嘛干嘛干嘛 我如果每一个细节都要跟她敲的话 你觉得我跟陈渊泉熟不熟 那你如果跟上帝很熟的话 上帝说 你去吧 你去那里 然后你会不会想问很多 你如果跟上帝很熟 你应该就不会想问很多嘛 但你现在会不会想问上帝很多 你会不会想问上帝很多 如果有一些情况 就是你需要去做一些什么 你需要去一个你 进入你一个你比较陌生的领域 然后你又知道这是出于神的 你会不会想问很多 可能会吧 对吧 那我最后跟弟兄弟们分享 其实就是这件事 我从新加坡 就二十二岁 不是二十二 二十八岁 那边02年的时候回来 然后在那边就有人邀请我们去台南 做那个敬拜赞美的培训学校 那 我那个时候呢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八月八号去的 然后自己开着 那时候一辆教会的福音车 福斯T4 然后另外一个同工陪我下去 因为还要把车开回来 然后我去的时候呢 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薪水 我不知道我要住哪里 然后九月份就要开课了 然后台南没有人认识我 我那时候应该比现在 还要更不出名嘛 现在都不出名了 更何况 更何况那时候 你知不知道 但我知道这是上帝要我去的 我知道上帝在那里 我所有的问题 我就不问了 去了之后 有没有住很好 没有 有没有吃很好 没有 有没有很穷困 有 但这些事情时间长不长 不长 我后来才知道 我去的时候 他们要会五个长老 有四个不喜欢我 有一个没有意见 只有谁要我去 只有那个牧师要我去 然后四个长老不喜欢我 所以 我没有进入教会系统做同工 然后那个牧师 他有一个神学院 那个院长 他想就把我安排到神学院 去当老师 那边的老师说 我的学历不够 不能当老师 我这些事情 我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去而上帝就做很奇妙的工作 我说没有人认识我 我们八月八号才下去 然后才可以设计 DM文宣才开始 然后九月份就开课 我第一期课程 周五晚上跟周六 总共来了八十个人 那时候我们是二十周的课程 一个学生学费五千块 我们还要 但我收完之后 我全部都交给教会 然后我就知道 从八到十二月份 其实我的薪资 就是从那个学费当中 支出来的 然后十二月份 帮教会办了圣诞节 带他们年轻人 十二月份一过 他们重新开会 那牧师就问说 这个同工你们要不要啊 五个全部全票通过 然后我才进入到 教会的系统里面 我要跟这种里面分享的就是 很多的事情 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 进入到那个状态 就是只要知道神在就好了 像我现在祷告 我有时候也想 上帝跟我多讲一点 但是上帝最近 要嘛就不太跟我讲话 要嘛就只跟我讲 要嘛就是你接着干就对了 要不然就是 我与你同在 你接着干 然后想他跟我多讲一点呢 也没啥了 就这样 但是神的灵就 在我的身上 我就知道 他与我同在 后面的事情 就不用问了 就不用问了 其实这也是 为什么约伯 当他遇见神之后 他所有的问题怎么样 都不用问了 不用问 你需要的是 神与你同在 你需要的是 为了亲近神 为了你 让你有力量 能够做神所喜悦的事情 以至于你 到神的面前 进食祷告 你需要的是 你本来自己想要的 为了爱的缘故 去看见有需要的人 这是基督徒 在末后的世代 真正需要显出来的见证 这个世代 很有意思 看不见需要的地方 永远看不见需要 而需要的地方 有没有 有 有 但是到底在哪里 到底在哪里 这个也是我们 今年 我盼望我们能够 一起来祷告 寻求的 愿神 祝福大家 盼望今天的分享 能够对我们 都有所帮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